第九节,神力沉默,他知他肯定还有话说,面对今日这局,必定要有解决之法才行。 果然,没一会儿,行指拍了拍他的背,道,神力,我,我会和你在一起。 神力道,不管什么事,都和你在一起。 行指一愣,随即点头轻笑,好。 神力,你可还记得,先前我与你说过,虚天渊坍塌,则会将其中妖兽一桶掩埋。 行指将神力轻轻抱在怀里,声色轻缓地说道,只是虚天渊是我借由五行之立方能撑起来的,除了火之封印是借用了你父亲的力量,其余四项皆是一瓶魔界天地力量而成。 他平淡的话语,却不经意地勾出神力心中,些许算得上甜美的回忆,虚天渊爱的山上月和湖中水,那时,他们一个人心怀猜忌,另一个则更是带着杀意。 然而,不管当时两人心里都藏着些什么,神力现在回想起来,却只记得那时破开瘴气的月光,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美丽。 当初我重塑封印时,你也同我一起,想来你也清楚。 彼时,虚天渊若毁,则魔界亦不能保全。 神力点头,嗯,山上树是木之封印,水中泉是水之封印,军营练兵台下的碑是土之封印,而虚天渊上的铁链是金之封印。 外面三者恰好成三角状,将虚天渊围住,而金居虚天渊上,火居虚天渊中,这本该是万无一失的阵法。 但……嗯,但对方将这五行,都找到了替代之物。 行指扣住神力的双肩,脸上一直带着的笑容,难得收敛了下去。 他正色道,神力,接下来的话,你要听好,因为要你来决断。 神力面容一速,听行指开口道,你与另外四物替代了原有的封印,这五行之力远远比不上原有一平天地而生的五行力量来得强大,是以这个封印只能撑住虚天渊,而并不能关注其中妖兽。 所以现在虚天渊大门洞开,我虽结界强行封筑出口,让他们不得逃出,但这不是长久之法。 唯有一法,方能解决妖兽之患。 神力望着行指,你是说,将虚天渊与妖兽一同埋葬? 行指点头。 而今值得庆幸的是,四个让虚天渊与魔戒连起来的封印皆已替换,若虚天渊坍塌,也不会影响魔戒,唯一会受连累的,他指尖伸出,摸了摸神力的脸颊,只有你。 神力摸了许久,舒尔一笑,这样的选择题,你知道我会怎么选? 行指心肩易紧,抽回手指,是啊,我知道,那何必犹豫? 神力道,毁了虚天渊吧? 行指静静地看了神力许久,最后却是无奈的一声苦笑,好歹也是自己的命,这种时候,你也犹豫一下再答应啊,但若犹豫,他便不向神力了,这个女人在做决断的时候,总是太过干脆。 神力动了动嘴角,最终只是吐出抱歉两字,但见行指看他,神力才道,你千辛万苦就回来的这条命,又要给完美了。 这次,你别再去封东海了,我本还奇怪,在东海时,为何龙王那般急切地给你送礼,你看看,把他们吓的。 喝。 行指不禁摇头失笑,他拍了拍神力的脑袋,微微脸了笑意之后,像是承诺一般道,这次不会了,谁也不会被吓到。 他说,我会陪着你,到最后都陪着你,神力不敢置信地望着他,行指指自顾自道,做法摧毁虚天渊需消耗极大神力,而如今,我的神力也在日渐消退,要一边支撑着外面的结界,一边施法毁掉虚天渊,怕是困难。 好在虚天渊外那四个封印极好一栋,我且将它们带去天外天,使之与天外天相连,正好也可借天外天之力,求助妖兽,而最后,我毁掉虚天渊,连带着将天外天一同销毁,从此九重天上再无忧患。 一举两得。 彼时,行指神君身亡,天外天与虚天渊一同消失,于天界无损,于魔界无害。 他已经计划得这么清楚了呀,你其实可以在虚天渊外办完这些事的,你何必? 行指浅浅一笑,受伤让他脸色有些苍白,但眼中的却是从未有过的微温暖,因为没有神力的世界,我已经无法想象。 与你同归,怕是我能想到的,最仁慈的结局吧。 神力心口一痛,想伸手抱住眼前这个人,他或许,一直都活得比任何人都悲观,所以他的愿望,也卑微地让他不得不心疼。 我只怕,到最后,连同归也不能,不等行指将话说完,神力猛地往上一蹭,咬住他的嘴唇,在他唇盘上细细摩擦,轻轻地说着, 不会的,我会缠着你,像你变成人的那一世一样,一直都待在你身边。 行指一声叹息,一手揽住神力的腰,一手摁住他的后脑勺,让这个吻便得更加深入,只在喘息的片刻之中探导,那个时候,你明明就时时刻刻想着跑啊。 离开彼此的唇绊,行指抵着神力的额头,轻声道,这里会有点黑,别怕,待我将那四个封印处置妥当,便来陪你。 嗯…… 行指离开虚天渊时,天界已派天兵天将抵达虚天渊外,但在那个向来高高在上的神明,被先写失了半身,众人皆是一惊,有将军上前询问行指情况,行指只摆了白手道, 遍刻后,我会离开此处一阵,神力或许会减弱,虚天渊外这个临时的结界,怕是要劳烦各位支撑一阵。 将军一愣,自是义不容辞,但不知我们能当否大任。 能…… 行指尚未开口,旁边忽儿差来一个声音,芙蓉君一席素衣,缓不上前,在他身后跟着幽兰与当初在天界冲撞行指的物源先军。 三人对行指恭敬地拜了拜,我等必不负神君所托,死守须天渊结界。 行指上下打量了芙蓉君一眼,笑道,芙蓉君他日,或有所成。 言罢,他转身欲走,脚步却又一顿,问道,凤来,那凤凰妖兽现在何处? 好似向魔戒都城那方去了,他速度太快,没人追得上他,唯有等他停了下来,再做追击。 若此后,行指话说了个开头,顿了许久,最后只轻轻一笑,只有看你们本事如何了。 言罢,他不再耽搁,迈不离开。 魔宫内外一片狼藉,第四血染,魔戒守军清理着战场,美人脸上皆是同样的凝重。 沈木月在几位将军的陪同下,走在都城的大街上,检查着这里是否还有幸存的魔人。 路过避仓王府时,沈木月脚步一顿,但见伺候神里的丫鬟正站在门口,焦急地等待。 背后有将军换道,魔军,走吧。 他摆手,他若来问我,我怕无言面对。 背后将军们一默,有人安慰道,神军必定会把王爷安然带回的。 话音未落,但见空中舒尔舍来一道利芒。 沈木月眉头青醋,随即神色一空,呢喃一般道,带不回来了,带不回来了。 空中那道利芒,像是察觉到什么气息一般,墨地一转,静止砸落在沈木月身前,将军们登时戒备起来。 沈木月却伸手一拦,轻声道,都退下。 尘埃落定之后,赤袍男子静静立着,目光落在他身上,沈木月。 奉来。 他垂下眼眸,未曾想此生,却还有见到你的一天。 奉来静止问道,刘宇在哪儿? 沈木月抬头看他,死了。 他说得极为平静,千年岁月,只怕连尸骨也找不到了。 奉来眸光一散,他咬了咬牙,挣扎一般道,我不信,沙哑的声音里竟有几分软弱。 他说他吃了仙丹,不老不死,会一直活着。 饶是神明,亦有归天之日,何况刘宇。 沈木月看了看身后的人,几位将军会议,接往后退了退,千年前你被封入虚天渊后,刘宇独身前往虚天渊,欲入封印陪你,但最后却死在虚天渊前,是我亲手埋的他。 奉来握紧拳头,沈木月看了他一眼,又道,他为你留了个女儿。 奉来一正,双目愣然地望着沈木月,你说什么? 他为你留了个女儿,把他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来。 沈木月静静地看他,只是,你现在在这里,想来阿里已经代替你,成为了虚天渊的封印。 奉来惊恶地愣住,他皱眉仔细回想,出醒那一刻,他只看到了眼前的六名,别的,别的,还有一处被黑气包裹住的光亮,难道那里面? 你若不信,此处避仓王府便是阿里住所,你大可进去看看,里面干上残留着他的气息,你应该能感觉得出来,他到底是什么人。 奉来着牌匾,而后迈步踏入王府之中,门口的肉鸭看见他,正在犹豫要不要拦住,却听一个声音道,让他进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